好那我們現在用的是不用安裝的版本 所以呢各位如果你要打開我們的資料的話 你看像我們在這邊 您進來之後呢在這個地方 延期資料有一些官方的 還有同學的作品 你如果這樣點開你會發現不能直接開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就要麻煩你 就直接從這邊開啟就檔的方式來打開 當然你要做連結也可以啦 就是把它預設一個 可惜是版本你要開的時候要注意的 那第二個呢我們剛有提過就是 它預設的話呢會自動幫你做存檔 在哪邊呢你可以看到 在檔案裡面有個參數設定這邊 把它點一下 好你可以看到呢在這裡 有沒有自動存檔的間隔 是10分鐘 10分鐘會幫你自動存檔一次 所以你可以就是稍微留意一下 萬一真的當機的下次還要打開 打開的時候這樣會提醒你復原 那水龍3D呢它一次可以看很多個 只要你電腦受得了的話 你只要打開一個有沒有 它的視窗 所以你在如果說你要看別人的東西的話 你就開啟就檔就可以繼續看 好就可以繼續看 那這個呢是給各位看 那你可以看一下像這個是同學的 好那我們剛剛講的 水龍3D呢你如果是在這個 3D視圖這邊 你用滾輪是不是也會前進對不對 可是比較慢一點點嘛 那如果按住我的那個 這個 我通常都是按住中間的滾輪 往前有沒有或往後 好或者你要滑輸左鍵也可以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按住ALT 如果你是按住滑輸左鍵的話 我就按住ALT 然後用拖曳的 好那如果你是旋轉方向比較沒問題有沒有 這樣而且呢各位有沒有發現 可不可以看穿過去 有齁 門就是門嘛 門就是門 要讓人看過 對不對 所以大致上會像這樣 那剛剛那個呢 如果你想要 再加個圍禮的話呢 你也可以來這邊 圍禮圍禮圍禮 好你看這裡有一些圍禮有沒有 所以我們剛剛講齁 如果你想要找關鍵字 也可以在哪裡 在這裡 直接打進去 好你有一部分有中文 那有一部分沒有 如果你是找 按全部的話 他就要全部裡面找 那如果你是像我剛剛一樣 進到某一個類別裡面 就只有找這個類別 好就只有找這個類別 那你看我把它丟出來了 我把上面這個 那上面這個呢 你要放大縮小呢 你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放大鏡 這個放大鏡呢 就是針對我們2D試圖的 去做放大縮小 不過呢我通常用快速鍵 所以呢順便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的快速鍵這邊 這裡這裡 這裡這裡 快速鍵在下面 好你可以看到齁 如果你要放大螢幕縮小螢幕 有沒有按住Ctrl鍵 滑鼠的滾輪就好了 所以我會像這樣子 Ctrl鍵按著 有沒有這樣就縮小了 這樣是比較方便 沒有你按一下 還得再看一下呢 所以比較快一點點 好那我就可以把我要的 圍裡把它弄出來了 那跟剛剛一樣齁 這裡我就Ctrl鍵按著 拖曳有沒有就複製了 這樣複製 好OK那我這樣兩個三個 好我就繼續複製 好這繼續 但是你可以發現我這邊 有故意做一件事情 我的有沒有對齊好 沒有對不對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複製就會這樣子啊 好那沒有關係 我再把它複製一個齁 好 如果說你複製了之後才發現 我怎麼沒有對好 怎麼辦呢 請來這邊把它全部選起來 因為如果你曾經學過一些那種 那個什麼 繪圖軟體 它有什麼 對齊的工具 你可以直接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 對齊跟分配 就是這個地方齁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現在呢 你可以選擇是要 對齊的 還是屬於做分配的 所謂的分配就是什麼 等距離 比如說我這裡一個 跟這裡一個 在後面一個 可是這中間距離是有可能不一樣 對不對齁 所以分配指的是這一塊齁 距離的分配 那我現在呢 就先對齊 先把它對齊好 頂部對齊 有沒有全部都一起了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想要 我把這個拉開一點 假設我中間是有一點點距離的 你可以這樣子選起來之後 把它的距離怎麼樣 平均分配一下 水平的平均 有沒有這樣就很簡單了 這樣就快很多了 所以你看我們後面這邊 是不是就有了 這樣了解 所以不見得一定只能正面看 你也可以背面看 好 那 剩下的呢 你可以 再做什麼呢 待會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怎麼建立牆壁 跟所謂的房間 他的房間就是 我們一般講的 叫地板 叫地板 所以待會我們再來試看看 好不好 所以你戶外的 你可以先玩看看 那如果你想要看看 欸 雖然看起來我們這樣子 可是有點假假的 對不對 哪裡假假的 還是覺得有點差 那沒關係 你來這邊 有沒有 這裡有個照相機 跟攝影機 你也可以從這裡 有沒有個3D視圖 或按右鍵都有 好 我如果從3D視圖 我想要把它輸出的話 你可以按一下這個照相機 那照相機這邊呢 它有分四種輸出的畫質 還有什麼 它的尺寸 好 預設尺寸比較小 那我稍微把它變大一點 比如說變到1000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高速度 代表說品質不用太計較吧 對不對 所以就這樣就好了 你往右手邊呢 到了第三跟第四個 第四個是最高品質 你可以選擇什麼 我要什麼時間做輸出 這個跟光影變化就有關係 跟光影變化就有關係 所以呢 我在這邊 比如說 我通常是不太喜歡正中午 因為這樣 效果通常比較差 好 比如說這樣子 那我按開始 它就比較認真幫你算 會一併連什麼 光影的變化都進來 光影的變化都進來 而且你會發現 這個材質看起來 跟這邊會不一樣 會不一樣 所以呢 我順便先給各位看一下 在這邊 這裡 我們這裡有那個 有沒有 有圖檔 我看一下這裡 好 這個應該可以看 有沒有不一樣 有沒有光影的變化 對不對 好 那不可否認 3D輸出 它總是要比較認真幫你做 好 所以那個花的時間 會比較久一點點 那麼另外呢 如果你做那個晚上的 你看這同學做晚上的 也不錯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樣 相信是你自己手工做出來的嗎 還是相信你只是用的比較順手的軟體而已 就這樣而已 嘿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像我們現在有沒有發現它是慢慢做 可是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它真的像這些葉子的有沒有 光影的變化就進來了 好就進來了 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地方呢 先簡單的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怎麼複製 怎麼對齊 還有你怎麼做輸出 還有下面的這個 空間的 縮放的操作 跟各位分享一下 來我把畫面還給你 給你先試看看喔